歡迎收看我們的宣言證報2 挑戰模式 今天要玩的是掌握先機 掌握先機其實 就看你的經濟能力吧 在資源區當地建造第二個指揮中心 將能有效的加快資源獲得的速度 在時間結束前訓練一支軍隊已完成這次練習 基本上喔 你要拿到黃金的話其實會很難 先說實話我看了那麼多影片 看了那麼多教學 還是不會打 我就去白切 不過儲蓄跟 金晶雷劇其實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要打得好的話 可以看他們的教學 就像是這樣子 也不一定要找他們來 只要是靠粗框類寫 喔對第一個 第一個也要先下 第一個不及在你也要下 幹嘛在那邊框 尾隨在後 他那個時間比較慢 所以說 尾隨在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在意 準備完成 重要工作是吧 反正呢我盡量就是 以最快速打完 馬上行動 工程車準備完成 瓦斯的話 最好是越早下越好 早點下瓦斯的話 就會很缺 出發 工程車準備完成 發生了什麼事了 從事實際上 沒問題 沒有意思 是 是 好 剛剛 都是 攻城车准备完成 好 壞消息嗎 工程車準備完成 經濟 正遭受攻擊 你嚇到我了 升級南城 發生了什麼事啦 那現在可以下第二個 那個 爆了 金礦富足 工程車準備完成 金礦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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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超好 工程車準備完成 請住 壞消息嗎 嗯 工程車準備完成 想 乘結封我的厲害嗎 小子 矿樓一定要馬上寫啊 換蚊球 讨厌车车准备完成 发生 尾随在后 收到 训终 工程车准备完成 升级完成 升级完成 功能瓦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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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